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 好 台北股市其實這幾天 變化非常大 也就是說我們很快速瀏覽一下 那台股最主要 今天開平 走低 因為今天疊的幅度 大概疊了0.7個百分點 那当然最主要是收到上证指数 在今天盘中 那早盘一度 就是说在昨天它就重返3002 然后接下来这个点位它没有守住 那今天盘中跌伍稍微扩大 那我们就发现到台股今天 就一路往下做回撤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第一个因为礼拜五 礼拜五大家很清楚 那这里呢集团体 那也猜不出来整个格局要走多还是空 那我的看法呢不需要猜 也不应该猜 我知道很多分析师会带着你去读行情 他会告诉你哇这里就是个空 讲到好像是他就是美国总统川普 或者是他就是大陆领导人 我觉得不应该这个样子 就是说第一个 当你个人在做评估 难免会多会错 那万一比方说像我们从业人员 我们估错了 那会造成所有的朋友不只是会员 包括观众朋友都会受伤 所以我认为呢第一个 面对金融市场那永远呢 照着真实的数字做评估 我们不要去猜测 如果它是个正向那你就乐观 那负向你就保守好不好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举个例子 这个是昨天6月24号的研究报告 对不对 在昨天6月24号我们提到一个重点 叫做因为6月28叫G20 那要提防 24号叫做正午时 所以我们一下看 这是昨天我们提供给成员的研究报告 那到底是个多是个空 来各位请看 昨天是24 没有错吧 然后呢上个礼拜五是21号 那到底是多还是空 你就看着这张图 这真的确实是指数的行径 那到底是多还是空 都对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接受 也是说它如果会跌 那就是个空 它要涨 那就是个多 没有所谓的多跟空 关键在于 你可不可以在高档站在空方 那低点站在买方 那高档站在空方 如果站在昨天的角度 昨天尾盘的角度 那当然是个空 可是相对的 如果站在这个角度 那它是个多 那怎么会是个空呢 你在这里做多 那大涨你不就赢 那你在这里做空 你肯定会赢不会输 这里为什么要空 因为这个点 叫做PSY正午时 你在正午时站在空方 你这笔大赢 你在-50站在买方 你是大赢的 你站在空方 你当然会赢 所以好回过头 我们看今天 今天叫6月25号 好跟各位做个分享 那一样 我们今天的研究报告的标题 跟今天的节目 节目的标题是一样的 叫做量价 它叫同时指标 那PSY本身 它有领先的功能 它叫领先指标 所以我们先从量价指标的部分 跟各位做个简报 也就是说什么叫量价指标 好首先我们先把 昨天 各位请看 画面上你所看到是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美股开盘到10点钟 就台湾时间的10点过后 10点半之前 那我就把这个图截图了 这个叫量价 就是说我单纯利用成交量 去观察它的成交价 我在未来 现在包括未来 不管针对台北股市 不管针对台股加权指数 或者是国际股市 SP500日金通通都一样 我怎么做都赢 我怎么做都要赢 我如何出手都要对 那你可以利用一个很简易的 并且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 那就不要去猜 我一直认为从去今年以来 今年以来到现在 这是台北股市 对不对 那你做空的 你做空的 你从5月底空到现在 你是输 这是40 假设你是从5月初 空到5月底 那你是赢 再来 那你从今年 一路喊空到现在 那你把真的是输的 那你在凹有什么意思 我觉得不需要 要做对比较重要 所以我们先看这张图 各位请看 这是昨天 昨天早 昨天台湾时间的晚上 9点40分 当时我们讲过 第一个剔除开收盘 那你去观察最大交易量 所发生的位置跟它的价格 为什么呢 因为量跟价它叫同时 它叫同时 举例 你用平均线 移动均线 用KD 用MACD 用威廉等等这些指标 这些指标 我们一般来讲 因为商品价格往上涨 对不对 它就会拉升 这个指标向上挺升 就会出现什么 多方讯号 那因为是商品价格向上涨 各位要独立思考 商品价格往上涨 然后指标呢 指标叫被动的 它因为受到价格上扬去拉升 所以这个指标 是不是事后往上 做交叉向上等等的动作 这种叫什么 我们称之为趋势指标 那趋势指标 因为它是被动型的 所以我们另外一个讲法 叫落后指标 落后指标不是不好用 而是在于不适合短线交易 落后指标 就简称趋势指标 它适合针对个股 你是中长线操作的 是非常好的一个指标 非常好 可是你如果拿这种指标来做 短线的交易 你会发现到怎么做都不对 所以与其你动不动看什么五日线 十日线什么季线 看了个半天就是乱做一通好不好 所以我建议你来看着它 你就用同时指标 这是昨天我睡觉前我把它截图的 因为绝对不会错 因为我不会输也不会错 所以我就根本不用看到收盘了 哪需要看收盘 好 第一个 因为昨天的9点40分 爆出最大交易量 这交易量落在哪里 26,800点 就是这样 你昨天节目算说 26803往上到26812 这里要做空对不对 那如果82万一被往上攻起了 来到26884 那这个点停损对啊 那昨天不是往上 它根本没有能力突破803 这40在9点40分 爆出最大交易量 所以我是不是在26800这个点 我就画出一条平行线 这个点是什么点 叫同时 就是说9点40分这一分钟 它已经告诉你 这里画出一条紧线 那这条紧线是多方紧线还是空方呢 因为它叫同时指标 那既然是同时 就是说9点40分接下来 9点41 42 43 44 45 46 47 好不好 每一分钟你就可以很清楚发现到 如果商品价格在266800之上 那这一条会形成什么 多方支撑紧线 那相对的在26800之下呢 那就叫空方了 那既然叫空方 来各位请看 独立思考 那为什么跌到这里 它又往上拉 然后就停在这里 有什么 各位你看着这张图 你可不可以教我 为什么 26800它就是空啊 那为什么跌下来 又不跌又往上拉 有什么 因为 你要看这里啊 有没有这里 好 是不是又爆出 当商品价格向下跌落 我们来看 它成交量 放出了另外一次更大的承接力道 碰 这个时间点发生在台湾时间的晚上10点 那这个价格呢 叫26763 那我就把这张图截图了 我就准备睡觉了 为什么睡觉呢 因为就结束了 也不用看了 不用看了 对啊 就整个答案就出来了 就是所谓的答案就已经结束了 你也不用猜了 你说什么答案 看着它 也就是说每股主要的区间结构 会落在26763到26800 可是呢 各位请看 763到800 刚37点的 到最2006千点 这个区间载到只剩37 所以你几乎可以笃定 第一种 它就这么载幅的整理 这是第一 第二 因为它这么载幅 那加上礼拜五是个空方结构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才说2684 842以上要做空 因为它是延续的空方结构 所以你要提防 这个26763它不可以跌破 它跌破就代表它还要跌 所以我们来看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 早上我起来 那我就把道雄打开一看 就是昨天从开盘到收盘 对不对 然后我们不是把这两个点画出来吗 一个叫26800 那还有一个呢 一个叫26 不好意思 还有一个不就叫26763吗 26800叫9点10分 这叫26763 所以它是不是在这里 形成一个什么 多方的防守 那这个防守不能跌破 一旦跌破它就走入 这就叫量价 就是说量价可以提供 我们主要的一个评价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一张图 来各位请看 这个是因为我个人在运通财经台 每天早上的9点到9点半 就这个节目的早上 一开盘是9点 那9点因为是刚开盘 我当时是要求电视公司 可不可以让我上9点的 我说你知道我上什么10点11点 我就不想上好不好 我为什么不想上 因为我觉得 我没有办法帮到各位朋友 就是说因为 早上9点是刚开盘 那我希望我在一开盘的第一时间 能够把我的看法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已经开完盘了 在那边边说要太招 再说要说 就不用说了 对不对 所以 这是今天早上 这是今天早上9点钟 可以搞定 今天可以搞定 我们的节目内容 我们提到一个叫6月21 一个叫6月24 那所有会员一样 那你就看你的今天研究报告 叫6月25号 来往底下看 我们是不是提到多头在哪里 叫10698 那我们的讲法说 我的想法 我原本的看法 它会守住698 那合理应该收在10735 起来起来 我在今天早上我的看法9点钟 我认为 它会来收在 多头会守在这里 叫698 很强的 收盘 照理说要收在735 那我们事后来看 来第一个 它有没有来守698 有啊 它有来够698 有啦 但是不好意思 它没收到735 说在706 好 那针对这个结构 接下来面对明天 该怎么进一步做观察 马上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后马上向各位做简报 A++智能演算四大优势 A++智能演算六大安全公式 30年来城市交易大要紧 A++智能演算 建议现与服务人员联系 0800-555-808 0800-555-808 现在就加入顾德头部 让您赢在股市第一场 立即拨打0800-555-808 0800-555-808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一样 我们在上一个阶段里面提到 你可以利用量价 每一天帮你自己做出 非常准确并且有效的一些评估 让你避免无畏的追高 或是过度的追低 怎么做都不对 好我举例三个礼拜五 这个有一点点不同 三个礼拜五 6月21号 最大交易量报在9.33分 当时的交易价格叫10822 他不破822 台北股市就是个多头 他就继续涨 相对的如果他跌落822 代表他是转弱的 这第一个 那在礼拜五他因为跌破822 那肯定就是要下跌 对不对 好 那我在礼拜天的说明会里面 不管台南高雄你有来上课的 我也跟你讲的自己就是空 因为我们的PSY 就正午时就是空 你把它空到底了 该平仓我通知你的 第一个 所有的会员照着5分钟PSY操作 5分钟除外 是我宵友明带你做 任何一笔交易 只要我有建议你做进场 我肯定会带你平仓好不好 你就照着做 好 问题是今天是6月 礼拜一是6月24号 那礼拜一跟这一天不能连结在一起 你这里要加70点 你要加70点 你要加70点 对要加70点 也就是说台北股市为例 因为这里含习 含台积电的除习 那这里已经除完习了 所以这里要往上拉70点上来才对的 才标准 那整体上你就以这个数字为观察 你就暂时把21号剔除 我们看24号 24号在礼拜一早上一开盘 最主要交易量爆在9点22分 这个点叫10698号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 今天有什么杀到698 杀到698它就不会跌了 因为它多头守在这里 它多头够在这里 那空方在哪里 空方在礼拜五 礼拜一的10.52分 这个点是个空 这个点假如破了代表它要跌 可是多头在这里 跌就是跌到698 你了解吗 所以破了772 加779 772就在这里 那破了就是要跌 跌到哪里 跌到698 你再看一次 是24号耶 24号不是今天耶 24号是 24号是礼拜一耶 等一下做不了 你不要听一些老师讲多的 就跟你讲这里会大涨 那讲空了就告诉你 每天告诉你空 也讲了 从年初讲到现在 每天胡说八道 第一个就照着做 那什么叫领先指标 PSY本身就叫领先指标 这是礼拜一的研究报告 来 各位请看底下 第二图 没有错吧 怎么做 正五十个半康 副五十个做多 这也是为什么 礼拜天我说明会 我的会员会场结束后 还偷偷跑到我旁边 还很小声的讲 不敢大声讲 他说教老师 我参加了跟他 照P的摔作 每一笔都赢 不输到一笔 他每一笔都赢 我们P的摔作 我还很客气跟你讲 成功率百分之九十 人家他才是全胜大师 人家没有输任何一笔 他为什么没有输 就是照着P的摔作 这也是为什么 来 6月24号礼拜一 礼拜一当天的研究报告 今天是25 来 各位请看 我有没有给你画在这里 有 那你不怕错 就不会错 那就不会错 要怎么错 但是要怎么错 他就没错 是没怎么错 我用电脑图 比较便宜大家做观察 来 各位请看 来 画面上你所看的 不就指数的行径吗 对不对 底下这个 这个就叫P的摔 P的摔这个指标 它因为反转指标 本身拥有领先的功能 所谓的领先就在于 当市场 我们先把这里盖起来好不好 来 当市场买力耗尽 你该怎么做 不是 当一档个股 或者是台北股市 任何商品 买力耗尽该怎么办 因为买力耗尽要半康 对 卖方衰也要做多 关键在于什么时候是买力耗尽 买力耗尽也就是当P的摔这个指标 拉升到正午时叫做买力耗尽 那你就空 所以我们来看画面的上图 你所看到的 所以会员你就对比 你就把你的 拿出来就一根手指头 你就点选它 然后就点P的摔对不对 然后你就每一笔交易你就按住它 你就放掉就按五分钟P的摔 然后跑完之后 我就把它缩小 那我们就来比对 来 各位请看 不就这样子吗 你说可不可以再小 可以要再小 最小了 好 所以这里叫正午时一次 正午时两次 负时一次 负时两次 没有错吧 所以一二三四 我这里还没有 一二三四 没有错吧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好我把正午时跟负午时的位置 先把正午时标示出来 那么一次的正午时发生在这里 另外一次发生在这里 好一样你同时比对 特别是新朋友 来马金 是不是这里有发生一次 是不是这里发生一次 那这一次发生的价格在这里 这一次发生的价格在这里 好我们看着它 也就是说 我在金融市场 我要追求最大胜率 我要追求最高获利 那我就等 当市场买力耗尽 我只要去空它 或者是卖方已经衰竭了 我就买进 我就做多 那请问你 那不是在这里 这不是两个最高点 这是什么点 这25 这24 这20 不是每一天吗 我不是每天接序吗 每一笔吗 我不是每一笔都接肉 每一笔都对 那你就每一笔都对 那你就每一笔都对 你不要小看一次假设赢个30点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五月份一笔单 你是赢了750点以上 以上一笔 5月 完整5月 你每一笔都做 6月份 现在6月份 你最少赢300点 到现在这5月后还没结束 你就每一笔都做 那怎么做 正5时 你要站在空方 正5时你要站在空方 那相对的什么时候做多 最低点做多就赢了 那最低点在哪里 这里不是最低点吗 这做多不贏 不然这做多才会输 你的指标 你的什么乱七八糟自动交易 你的分析师卖给你的 你的建商营业员 叫你去什么建商上课 卖你一套五六万块那种 乱七八糟什么 我不知道了 你到底是有输的 你一定都输的 我没有夸大 这叫正5时 这叫负5时 这叫正5时 还是要怎么输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这里叫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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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说 当我在正5时站在空方的 因为PSY这个指标 它一定会到零 它不可能不回到零 那你在这里站在空方这边平 这边站在买方这边平 这边站在空方这边平 它的零走在这里 不好意思 这里叫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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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在于你的成功率 关键在于你的成功率 过去这17个月 你自己算 不是 因为各位会员 各位包 各位观众都一样 拉近 我要讲的就是在于 所有我的会员 我都会主动 不是被动的 我没有什么被动 我们都是主动的 主动提供PSY 给我们所有的成员 我就让他参考 那就上次做 也不会输 是不用让他输 哪有能力输 正5时半康 零走平仓 负5时做多 零走平仓 就每一笔将持续下去 不管是个多头 空头或整理格局 怎么做都对 怎么做都赢 那欢迎各位 今天特别 因为这个礼拜的礼拜 礼拜六 G20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这里特别 把周末假日 那么延长到今天 特别假一天 我会提供你 PSY即时行动系统 并且1加2加3加4 那节目最后祝福所有朋友 你明天就照着做 我相信不管是明天 甚至是这礼拜 包括6月28号接下来 每一笔都要对 每一次都要赢 我们长期以来成功率 都可以达到90% 做10担 一定要赢9担 感谢你 谢谢 拜拜 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